哎小婷啊你过来一下 哎老板什么事啊 小婷啊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18刚高中毕业 那你怎么不去上大学呢 因为没考上呀 行了我都知道了 喂妈 小婷啊你去城里打了那么多天的暑假工 怎么还不回来呀 今天村干部都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来了 说你啊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呢 不可能啊我没考上是他们弄错了吧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弄错呢 过来 刚才呀我打电话已经问过你爸爸了 你家里的事情呀我都知道了 老板我家里条件不好 我爸爸常年卧病在床 我妈妈只有靠着打打零工来维持家里的生活 我不想让她这么累 所以我想早点出来打工 好替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行了赶紧回去收拾行李吧 你第一次出远门呢 你家里啊肯定很担心你 我这里啊有一万块钱 你拿去啊先把学费给交了 以后啊你的学费我来承担 我呢也是曾经得到了一位好心人的帮助 供我上了大学 才有了我的今天 我也希望你以后步入了社会 有能力了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相爱传递下去 好了回去收拾行李吧 哎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走 感谢用你 感谢用你 感谢用你